我在2005年尾 我发现我肚子一直痛 我去看Polyclinic的医生 他介绍我到KK Hospital看 最后是发现到我有子宫癌 必须要去开刀 还要去做抗抗化疗 就是化疗跟电疗 在电疗在做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很辛苦很痛苦 我的头发 上个礼拜后我的头发一直掉 全身都好像没有力 刚好我在第四次化疗的时候 就是Angie 我的小姑 她在MeWL 有在读她的产品的书 然后就回到我的姑姑的家 她就跟我说